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海外华校庆祝教师节 由驻旧金山办事处 旧金山湾区骑鲁会馆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 以及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共同主办的第31届北加州祭孔大典 场面相当盛大 祭孔仪式全部遵循古礼 而现场也颁发乔委会海外资深优良教师奖 感谢老师们的辛劳付出 祭孔大典的旧仪官陪祭官 听着古典踏着舞步一顿的步伐进场 随后乐舞声一声进场 这场在库博蒂诺市 蒙塔维斯塔高中举办的第31届 北加州祭孔大典 场面庄严肃木 担任阵线官的是 曾经在多所大专院校教书的高长明教授 他带领大家向孔子巷行三举功礼 并进行静传 上香 攻读祝文等祭祀仪式 我在这里代表祭孔会员会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祭孔活动 和我们一起来推广 从此有教无类 英才师教的理念 传承中华文化 尊师重造的美德 诚挚地期盼 从此天下围攻世界大魂的理念 能够早日实现 在这里先恭喜今年 赫养的资深优良老师 赢了这些出表现 受到大家的肯定 要特别感谢乔委会 以外交部的资深与指导 祭孔大典月身悠扬 台大合唱团演唱 李运大同篇 而来自22所中文学校 共400多名小朋友 也展现所学朗诵弟子归 这场祭孔仪式规模甚大 联邦众议员本田 周参议员于应良 周众议员方文忠 地主库博帝诺市议员黄绍雄 巴洛阿图市长叶雅威 盛和熙市议员朱感生等 主流政治人物都到场参加 代表中华民国祝旧金三贷之处 感谢魏总召还有无数的义工 过去数个月来的辛劳 使这个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可以继续的沉沉下去 马总统曾经说 我们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 是保存正统中华文化的地方 是实践儒家思想最特定 最普遍的一个华人社会 所以只有在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可以学习到正统的中华文化 季孔大典中并颁发 侨委会海外中文学校任教 二十年与十年的资深教师奖 以及特殊贡献奖 旧金三各主流大学教授 也带领非华裔学生管理 总共有八百多位 湾区侨胞与学生参与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